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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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市人机不离手 很容易有寒背或姿势不正确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请到Rennis 跟我们分享几个简单动作 让我们在家里 都可以简单KO寒背的问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Rennis Rennis 想问下你 其实低头还有什么常见的姿势问题 Phoebe 不如你试下 在街上多看一些其他人 你便會發現十個或九個有可能有一個頸前傾 或者圓肩的問題 即是我們所說的寒背 而以上這兩個問題是最表面的 如果再長遠一點的影響 有可能我們的肌肉正在過緊 然後就會壓住了影響了頸動脈一點的circulation 然後亦有可能會令到頸部、頭部附近這些位置 有頭痛的問題出現 好 跟大家分享三個簡單 而且隨時都可以做得到的伸展動作 主要是針對我們這個頸前傾 又或者是頸、肩膀不舒服 覺得在繃緊的時候都可以做的動作 好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我們需要準備些甚麼 很簡單的 只要是一個穩陣的椅就可以了 無論是梳化、椅、公司的椅都可以 盡量不要找一些會滾來滾去的 我們就坐好、坐直 將肩膀向後轉、按下 我們一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會打開胸口了 而且要留意將頭按後面 放在置中的位置 好 我們之後就伸展上斜方肌 首先將頭側向其中一邊 將我們的右手放在耳朵的位置 手肘可以打開多一點 記得不要縮膊 然後將頭轉向地上 可以拎多一點 YES 多看多一點去後面 就感覺到這裡 我們平時很緊的這個位置 就會伸展中了 留意不需要拉很久 拉15至20秒左右就可以上來的了 好 感覺夠了 就可以放一隻手 上來 那就搞定了 第二個要伸展的肌肉 就叫做胸鎖乳突肌 這塊肌肉大家可能比較少接觸 它在我們鎖骨頭的位置 拉到頭後面 耳朵後面這個位置 這塊肌肉如果很緊的話 就會令到這個位置越縮越短 而且比較接近頸動脈的位置 所以如果它很緊的話 就會影響到我們附近的circulation 但沒問題的 要拉這塊肌肉也很簡單的 我們一樣把頭先側向這邊 好 記得兩面肩膀都要按下 然後就把頭領向上望 對 領向上 然後你就應該會感覺到 把我們耳朵後面頭骨這個位置 就去到我們鎖骨 這裡就有一個拉斜的感覺 如果你覺得感覺不夠強 可以把另一隻手放在肩膀上 少許力按下 我們大約也是 15至20秒 保持緩慢呼吸 夠了 就可以放下手 慢慢上回頭 好 然後我們第三個伸展動作 就是伸展我們頸後的肌群 我們平時經常躲下頭 看到很多人都會這樣做這些動作 我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正確地拉到我們頸後面的肌肉 首先我們將頭先退後 少許把雙下巴夾出來 可以 坐直 挺胸 記得不要縮膀 然後我們就把兩隻手合起來 放在後尾枕這個位置 放在後尾枕這個位置 好 然後按下肩膀 給少許力 將它向前拉 對 少許可以 然後我們就會伸展到後面的肌肉 我們就在頭最尾根部的位置 然後沿著頸兩側 這裡也會伸展到 要人大約15至20秒 夠了 就可以放下來 慢慢抬高頭 完成